我今次去了兩個國家 第一就是我去到的時候 兩個地方的人都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尤其有些有見到耶穌 耶穌一會大家可以聽到的 我將榮耀歸給神 就是神可以束縛人使用人 我們個個願意你們都可以的 但我們的眼睛一定要看著耶穌 不要看著世界 不要看著痛苦和困難 我都有困難的 不過我決意不住在身上 我只是想求神帶你怎樣處理 我處理了我就放手 那時候我就有力量了 第二就是 今次去到兩個國家都有安排可以再去的 有些人都說其中一個國家是很難入的 因為那裏的教會都不開放 但是感謝神 當日有一班牧師來 他們聽完都問我這幾天你有沒有空來 我說這幾天我不行 我將來再約過和你約過 所以這個都是感謝神 還有我們有些奇語 有些奇語是三不識七 首先我們要過境去另一個國家 那在巴士上 那些人都說話 多數都未必會聽我們的話 當然我跟他們都說英文 就算英文都不是過識的 而在後面 因為有幾個人聽到他們 又是去那個站 原來去那個站 那個站是過境的 那我就跟他們聊 我說你是不是都想準備過境 她說是呀 那她說你是不是 我說是呀 那我說好啊 那不如我們一起坐的士過去吧 但是其實他們三個 我們兩個 其實坐不了的士 不過他們真的很有心 真的三不識七 但在過程中是很關固的 第一跟我們講價的的士 甚至是減了一半價錢 因為她的價錢收得超貴 其實減了都是貴 不過起碼不是以前那麼離譜的價錢 然後在過境的過程 他們幫我們很多 是直接好像照顧家營 看看你行不行行不行 又跟別人說話 這個都是神為我們安排 即是我們走神的路 神都會祝福的 第二就是去到第二國家的時候 那個牧師是很接立很幫助 我回來之後她都說 很欣賞你侍奉的模式 那我將來她都可以成為一個幫助的人物 另外呢 我們去了一個古蹟的地方 就是摩大拉馬利亞 那個鎮 那是很神奇的 她有一個會堂 一個古代的會堂 是普通人不能入的 但是那個神父就跟我聊 她就很想中國人都知道這個地方 那我跟她聊的時候 她說不如我提議 不如你介紹這個地方 我就跟她翻譯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直播 你就會聽到那個神父 解釋那裡 解釋有些東西 讓我們看到那個地方 很可能耶穌去過的 就是摩大拉馬利亞的會堂 那會堂 是有很特別的一塊石 那塊石 那塊石 稱為Madella Stone 上面有什麼呢 有金燈台 黑了 在這塊石 放在會堂裡面 只有兩塊發現到的 現在到現在為止 上那裡也有聖殿的狼子 即是一個arch 也有伊利亞的火車 可能這個是很奇妙的 不是坐火車的火車 而是fire chariot 即是有火帶著的那些車 很特別的 他跟我們解釋的時候 那裡也有些漁夫 捉了魚 就在那裡處理油賣 賣去給羅馬人 所以很可能 也有些門徒 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過程 我們都看到很特別的神的安排 另外一個人 我們就去到耶路撒冷的虎路 我們就其中有些路 即是有些點是難於去到的 那就忽然間有一個人出現 這個人出現 他是中國人 他聽到我們兩個講中文 他跟著就走過來跟我說 就教我們路 結果就帶了我們走 怎樣去那些虎路 當然也都是 虎路是一個提醒 讓我們看到耶穌受的苦 但是其中一件事是很可惜的 我們去到見到 其實有兩個講法 一個講法就是 在現在的耶路撒冷城之外 就有一個地方 就有一個叫做花園寵 Tune 這個Garden Tune 上面也有一個洞 有一個石頭本來可以捆的 但是石頭已經沒有了 有另一個石頭在那裡 這個花園寵 很多人相信就是耶穌埋葬 和復活的地方 然後就有一個觸留地 就是好像骷髏骨頭 我們都拍了 但是也都在耶路撒冷 現在的耶路撒冷城裡 但其實以前都是城外的 有另一個地點 很多人相信那裡就是 也都是耶穌埋葬 和被釘和埋葬的地方 不過那裡的氣氛是完全不同的 花園寵是很寧靜很舒服 很多人唱讚美詩歌 而在那個教堂裡 就是我們看的那些介紹片 他都是這樣說的 他說他入到那裡 覺得靈裡面好像suffocated 好像靈裡窒息 因為那些人用一些很 就是有時候有些迷信的方法 摸的石 摸的石 那種的心態很不同 不過無論如何 我們看到的人很渴慕耶穌 不過問題是 他渴慕古代的耶穌 因為渴慕現在耶穌 我們可以今天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是經歷到耶穌今天做工 是很不同的 我希望大家看到 原來跟從耶穌也有不同的方式 然後我們有另一個地方 看到耶路撒成的一個模型 是縮小了五十倍的 都挺大的 然後看到那些城牆的安排 和聖殿的安排 也看到這個東門或金門 金門就是當時耶穌進入的時候 是開了的 聖經也說到耶穌說要親自入聖殿 但是後來這個門是封了的 這個金門 封了的地方 上高就是清真寺的 所以現在是沒有人可以進入的 有很多人相信 因為耶穌聖經說到 神回來的時候 在薩加利的書 就說到他腳踏在橄欖山 就是在耶路撒冷的 東面城牆的外面 那個山就是橄欖山 也有赫西馬力園 耶穌腳踏在那裡 有很多人相信他又會進入耶路撒冷 就是透過這個東門 就是這個金門會開的 這個就是我們去到見到這個模型 都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感受 還有一條路徑 一條路徑就是耶穌下來的 我們看回這些圖畫 以前我們很漂亮的 為甚麼呢 周圍是沒有其他東西的 就是一條路下來 看著耶路撒冷 但是現在呢 今天呢 某個原因 是完全兩邊起了高牆 那些牆的高度 是高過 就是好像兩個人那樣高的牆 根本呢 就是看不到周圍的 就可以慈望到耶路撒冷 但是呢 是不是那麼隱憋的 就是 我自己個人覺得 有可能是有些人 因為很多貂徒在那裡下去 在那裡讚美神 有些人不喜歡 將它起了很高的牆 將它隔離了這個區域 不過依然是可以走那條路的 那我亦都看到一件很特別的 就是一個 這個 這個 余思人裡面 就是博物館裡面 就有很多 那些放 舊約的古卷 就是他們在會堂裡面放的時候 他們不是就好像 我們本聖經一樣 放在一個架裡 他有一件衣服 不是穿衣服 那些衣服 就是圓形的 圍著垂直下來 可以揭開的 由上去有個冠冕 有不同的冠冕 不同的裝飾 由他揭開 裡面就是他的書卷拿出來讀的 那這裡呢 我們真的看到 猶太人對於 神的律法 那種的體重 那種的尊重 不過可惜就是 他們沒有接受耶穌 但是 他們對於那個 神的懷疑 是有一種尊重的 另外一點 我們經歷 就是去到這些地方 真的乾得很緊 乾又熱 那在耶穌的時候 可能 就不太熱 因為現在天氣變熱了 還有呢 當 約書雅大耶穌人進入的時候 他是說到 流乃與物之地 但是我們走的地方 很多 當然有豐富一點的地方 但是很多地方 是非常乾旱 就是一個山 一個山 全部都是乾旱的 還有我們去到呢 嘴唇又乾了 喉嚨又乾了 就算我們在那裡喝水 還有呢 吃番茄 就是番茄 青枝 黃椒 帶著去吃 吃完 都還是乾的 那我就看到 耶穌和那條路 真的不容易 在耶路 在加利利 落到耶路撒冷 走路 我們開車要兩個多小時 而那些路是山路 是很多尖石的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 耶穌和門徒 走過那些地方的時候 那種的困難 譬如耶利哥 經常說到耶穌 說到一個比例 就是這個 好撒瑪利亞人 就說到一個強盜 他有個地方 叫好撒瑪利亞人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什麼 就是一些很險峻的山路 就是他們去呢 譬如我們想到 馬利亞去懷孕 將要生耶穌的時候 他走過那些路 很多人就說 其實是女生 但也很難的 就是好像爬山一樣 當然他不是全部都爬山 有些是會 很多尖石 但有些地方真的好像爬山一樣 是不容易的路 我們就明白 他們去的地方 真的不容易 也都會想到 那些人又跟著耶穌 又上山 又說到 我都會想 為什麼走那麼遠 為什麼不近一點 一個地方 去另一個地方 又那麼遠 都看到當時沒有交通工具 真的跟現在是很大的分別 這都是我一些在這裡的 一些的經歷和感觸 求主幫都愛他們 為他們祷告 求主憐憫 祝福他們 VC